大家好,我是贝多芬阿特 今天是周五,因为新加坡大选,全民放假 打算进城逛逛 媳妇儿说上次的原谅早餐没有诚意 非得要带她吃中国菜才能原谅我 吃中餐,当然要去唐人街 新加坡的唐人街也叫牛车水 为啥叫这个名额呢? 话说在早期没有自来水的时候 牛车运水情景在唐人街非常普遍 变称唐人街为牛车水 虽然已经解封 可是疫情后的唐人街已经不见往事的悉然热闹 很多商店、餐馆和小摊都倒闭了 还好,今天要介绍的这家店还在营业 是这一家吗? 三个月没来了,好像走过头 找到了,是这一家15年的老店 6号桌两位 咦,桌上这是菜单还是五公里? 西太多 他们家有上百道菜 而且三家店都在附近 东北菜、四川菜、烧烤应有尽有 关键的关键是为每价廉 所以我们经常关顾 还不忘介绍给朋友们 今天就点了两道菜 媳妇儿说,留着肚子吃压活 店员都很热情 海南大姐说,你们点这两道也够吃了 因为他们家菜量大 这上菜速度,真给力 这道是招牌菜,锅包肉 12.8新币,64人民币 看这筛,金黄金黄的 整得太有食欲了 酸酸甜甜的菜 媳妇儿都喜欢吃 我有点怕甜 第二道,是阿特的最爱 家常鱼头 17新币,85人民币 盘比脸盆到,菜量是相当的足 主要食材就是鱼头 啥鱼头,我也分不清 配菜有豆腐 五花肉 河东北人都爱的粉条 不大会用筷子的媳妇儿 说她喜欢吃红豆椒和香菜 好了,我们要开吃了 妈妈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容易喷饭 我们就这么,默默地吃吧 鱼肉太鲜了 终于吃完了,我已经饱了 媳妇儿说还差点 已经催着我去吃鸭脖了 忘了说,店名在这里 好吃不贵 而且不收服务费 好了,今天就是这样 下回见 给个关注吧 我是贝多芬阿特 吃鸭脖银行 你可以吃吗 是 吃鸭脖银行